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取消了前往英国的行程 已经返回阿富汗 此前阿富汗发生炸弹袭击 造成至少59人死亡 卡尔扎伊星期三回到首都喀布尔 与超过160名伤者中的部分人见面 他此前在德国出席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卡尔扎伊说 星期二在神叶派穆斯林最神圣的阿修罗日发动的攻击 是第一次有人在这一重要宗教节日当天 发动具有如此可怕性质的袭击 在多起爆炸袭击中 最严重的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至少有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在阿布法扎尔神庙聚集的神叶派信徒附近引爆炸药 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55人死亡 塔利班否认参与袭击 称这些袭击残酷而且没有针对性 并指责入侵国家的敌人要为此负责